看视频前,请先抱紧你的男朋友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叫周祖山,今年18岁,家住河北一个叫巴龙军的小山村 自古以来,我们这里就流传着各种关于鬼怪的离奇传说 村子里随便拽个人出来,都能说上一箩筐 当然,传说中归是传说,那东西都赚的成分太大 所以基本没有可信心,不过有两件事却是真的 村子里很多人都曾亲眼目睹过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76年,当时为了改善山去看田吃饭的状况 很多地方都搭行水利,扎山开局,以达到关盖农田的目的 这对于巴龙军来说,当然是好事儿 所以村民们个个都兴高采烈的 开工那天全村老少都聚集到了南山,唯独我爷爷没去 原因是他死活都不同意扎南山,说南山扎不得 如果扎了整个村子都要倒霉 当时爷爷的这番话,让很多村民心里兜着了慌 因为我家祖上就是给人看风睡的 尤其是我太爷爷,官风端水,点穴扎粉淋烟得很 村子里的人家,几乎都蒙受过他的恩责 虽然太爷爷最终没有熬过旧时的那场大劫,被游街批都死了 但当时可有不少村民为他求情,甚至在他下葬以后,还经常有人去偷摸地击败他 爷爷那会才二十出头,从小受太爷爷的熏陶,在史里巴乡是颇有名气 所以他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这也让很多人躊躇不觉 可当时的村长吴老妖却不以为然,狠狠呵斥了爷爷一顿 最后给爷爷扣上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帽子 把他绑在了村口的大槐树上 没有了爷爷的阻挠,南山八道山梁顺利埋伤了渣药 随着一声抛响,山就被扎开一个大口子 但同时也扎出了不该扎的东西 一条水桶粗的蟒蛇,被那一炮直接扎烂了 碎肉和鲜血就像下雨一样,当时很多人都惊了 要知道在山村里蛇可是有灵性的 这么大一条蛇绝对是成了惊了 吴老妖当时也吓了一跳,但并没有就此收手 一来是扎山开局关系到霸龙军的名声问题 二来如果他不扎了,岂不是在我爷爷面前在了面子 随着他一声令下,生下的祈祷山梁同时响了炮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在每一道山梁上都扎出了一条大蟒蛇 据村里的老人讲,当时鞋把山梁子都染红了 吴老妖遮会儿心里也毛了 冷汗刷刷的直流,很多人都劝他别扎了 再扎村子就真的要倒霉了 赶紧去请周天鹤看看咋办吧 他娘的,我还偏不信这个鞋 那吴老妖也是个绝脾气,别人约是劝,他反而约来劲 知识不动别人以后,自己填上雷罐扎腰 就要继续朝着山梁子招呼 但就在这会儿,他媳妇慌慌张张跑了过来 看见吴老妖以后,挖得就哭了出来 老妖啊,你别扎了,快回家看看吧 咱家可出大事儿了 原来从扎出第一条蟒蛇开始 他媳妇就感觉不对劲 同我跑回去找爷爷,给爷爷松绑后 求他赶紧去南山看看 爷爷没答应他,说你先回家看看吧 把看到的那些,告诉你家那口子,让他来求我 哦,对了,你还得把我绑在书上 他绑的我,就得他给我松开 村民们听说遮事儿以后,顿时就炸了锅了 吴老妖这会儿也不敢逞强了 跟着媳妇就跑了回去 到家一看差点儿没给吓死 家里面全是蛇 屋子里,院子里,甚至墙头房两上全都是 密密麻麻的跟开了锅一样 说起来也奇怪 除了他家以外,别出一条蛇都没有 吴老妖当时腿肚子都专尽了 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 撒鸭子就跑到了村口搭槐书那 二话没说直接就给爷爷跪下了 求爷爷救救他 爷爷虽然生气,吴老妖的所作所为 但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欧气的时候 所以就提了四个条件 说你完全能做到的话,我就帮你 这会儿别说是四个条件 就是四百个,吴老妖也绝对连个格都不会打 说只要你能想办法弄走那些蛇 保证他们以后不再来,我以后喊你爹都行 爷爷撇撇嘴说,你别折我阳寿 你这岁数当我爹还差不多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你要是想活命就先上报箱里 把八蛇林改成八龙君 这些蛇早有灵性了 无缘无故的枉死了 肯定有冤气 所以首先给他们一个名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許多人知道,因为村民们对于这些事情是很机会的,躲都躲不及 更别说主动凑上去了 从南山回来之后 爷爷说媳妇我也不能白娶 这十几麻袋的东西 就当做是拼礼了 说完拉扎 阿尼就回了家 差点而没把吴老妖给气死 好说歹说 吴老妖总算找了几个 胆子大的同意 帮他把这些蛇弄走 但是抬起来的时候 才发现麻袋轻飘飘的 装着胆子打开之后 顿时都傻眼了 麻袋里面哪有蛇啊 全是干巴巴的玉米椰子 这下他真的慌神了 拎着两瓶子酒酒追爷爷去了 至于他们说了什么 或者做了什么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但据说吴老妖回来的时候 喝得红光满面醉醺醺的 那件事之后的三年 村民们每天都能看到 吴老妖去南山烧香 真的是风雨无阻 懂下不屑 而他家也真的没有在闹过舍 经过这件事后 村民对我爷爷简直风若沈明 对他的话更是深信不疑 原本有些眼红爷爷一分钱 没话就包下南山的人 也不敢再有任何意见 就这样 巴龙君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第二年家里添了我爹 又过了二十年我也出生了 听说奶奶就是在我出生那年去世的 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爹娘 爷爷告诉我说 我出生就短一口气 看病花了很多的钱 爹娘为了还债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 每年都会寄些钱核心回来 虽然我跟着爷爷长大的 却并没有吃多少苦 相反和其他短粮的人家相比 我算是享福的了 因为南山没有人去 所以那里野情很多 爷爷每逢出一十五 就会去南山一趟 说是寻山看看有没有人偷他中的东西 每次回来手里不是挂着两只野鸡 就是拎着一只兔子 看得很多村民都流口水 到了我八岁那年 巴龙君又闹了一场旱灾 大多数人家都是食不果腹 而随着巴龙君的一只平静 有的人心思开始活翻了起来 把主意打到了南山 我家隔壁的二旦就是其中一个 那天他扛着猎枪走进村子 红光满面的走着 别人问他干啥去了 他说去南山打了只兔子 今晚回去好好打打牙记 问他话的人是村里的一个瘸子 听完之后朝他背后看了一眼 顿时就吓得骄了骂 撒鸭子就跑 仿佛多年的瘸脚都是装的一样 二旦不明所以 但他发现只要有人看他后背一眼 就会像尖了鬼一样的跑掉 这让他不由的也心虚了起来 鬼使神差去找了爷爷 爷爷当时没多说啥 走到大黄牛旁边 摸了一把牛泪 糊在了二旦的眼睛上 说你自己看看这是啥 二旦本来被弄得有些迷糊 可转身一看顿时就打了一个机灵 吓得直接就尿了裤子 地上的哪儿是什么兔子 分明就是一个已经腐烂的死孩子 那件事后 再也没有人敢去南山了 同时我发现爷爷似乎也有些鞭了 没事的时候总是发呆 显得心事重重 最明显的就是他不再间隔半月去寻山 而是每天都去 到今天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年 就像现在一样 爷爷站起来穿上皮袄 拿上鞭子 我就知道他又要出去寻山了 看着他已经有了些勾搂的身子 我心里不由地掺了一下 原来不知不觉中 爷爷已经老了 于是就也穿上了皮袄 说跟他一起去 但是我没有想到 这一去 爷爷就再也没有回来 而且是我亲手活埋了他 山子 那东西带了吧 临出门之前 爷爷突然问了我一句 虽然他没有明说 但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于是就甩了甩脖子上 带着油灯样式的铜挂剑 挂剑是我八岁生日时爷爷送的 说我从小就身子骨虚 这东西能避邪装魂 带着他能忘羊火 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不敢欺负我 至于是不是真的我不在乎 我知道这是爷爷的一份心思就够了 更何况带上这东西之后 我的确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发冷了 爷爷如往常一样 手里拿着一个黑红相间的鞭子 这鞭子叫赶善鞭 鞭骨用的是百年桃木 鞭烧是用黄牛尾巴和熊鸡毛 浸泡狗血之后鞭出来的 据说能打鬼驱邪 山里面精怪多 所以经常有人遇到 诸如鬼打墙之类的事情 但无论是那些鬼东西 还是黄皮子胡大仙 只要这鞭子一抽 那就只有逃跑的分儿 啪啪啪 金山楼 走到南山口的时候 爷爷甩了三个鞭花 清脆的声响 伴随着他悠长的耗子 回荡在这威夷苍茫的山野里 有种说不出的苍凉云感 爷爷抽的这三鞭子 并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有讲究的 第一是拜山神 第二是曲血雾 至于第三 就是警告山里 干着肩不得光勾当的人 山前甩三鞭 鸽子不相干 说的就是这个 走吧 鞭子的声响还在回旋着 爷爷已经一头扎进了密林里面 我进去之前抬头看了看天 灰尘尘的 似乎在酝酿着一场大的风雪 没少跟爷爷来南山 对这里的一切我都很熟悉 但进去之后 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今天的林子太安静了 安静的有些可怕 爷 咋回事 南山先有人来 所以这里的野情特别的多 以往的时候我进来 老远就能听到 爷真真扑腾的声音 但是现在连个鸟屁声都听不到 山子 跟紧了我 爷爷似乎也察觉到了些一样 周了周美又看了看天 就闷声向着前面走去 爷 你来看看 这是脚印吗 刚追出两步 我就感觉脚被崴了一下 低头看见地上有一行三寸左右的深坑 像什么东西踩出来的 糟了 仅仅是看了一眼 爷爷就抽了口冷气 山子 看样子有点不对劲啊 咱们从近来到现在 一只活物都没看到 该不会是闹山小子了吧 话刚说到一般 他便否定了自己 不对啊 山小子是识魂而生的 如果真是那玩意作乱 应该有动物实体才对 该不会是 说到此 爷爷的脸刷一下就白了 盯着那脚印离去的方向 看了好一会 才甩了甩手里的鞭子说 山子 我们去别的山梁看看 多加点小心 就算爷爷不说 这会儿我也绝对会打起来 十二分精神 如果真的是山小子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个不慎小命可能就交代了 虽然爷爷也不能确定 是不是山小子 但我都要小心提防 因为今天的南山太诡异了 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 惊得让人心里发慌 咦 这棵松树咋哭了 走过一棵大树的时候 一根干树枝掉下来吓了我一跳 抬头我才发现这棵树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哭了 哭了 爷爷回头看了看 显得有些压然 不应该啊 昨天我来的时候留意过 这棵树还好好的呢 怎么一晚上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爷 这 这有个血手音 爷爷说话的当口 我围着树转了一圈 发现在靠近脚音的那面 有一块伤未干涸的血迹 就像婴儿的手掌 沾上血 安在了上面一样 无比的诡异 当爷爷看到这个血手音的瞬间 身子猛然的一阵 同时眼底浮现出一股强烈的恐慌 山子 赶紧打罗 我们去水井 那儿 我不知道爷爷看见血手音 为什么会如此的紧张 但这会儿我也不敢多问 从腰间摘下他寻山用了十几年的铜锣 光光地敲了两声 锣声还没落下 我就听到远处传来了一阵 稀稀索索的声音 仿佛有什么东西逃窜了一样 而那个方向正是爷爷说的水井那边二 山里面行走 最怕的就是有动物无声无息的扑出来 所以经常金山的人都会带着一面铜锣 主要是装盛士 但被黑狗血长时间浸泡过的铜锣却不一样 那是真血驱贵的 这东西一想 一般的小鬼精怪都能给吓跑 山村很多人家都有这个 我一面敲着铜锣 一面跟随着爷爷的脚步 往山梁头那里跑 或许是心里着急的原因 爷爷这会儿老胎全无 肩步如飞 居然把我甩了老远 当我终于气喘吁吁地追上爷爷时 发现他正摸纳地站在水井前面 在他的身上 弥漫着一股极为浓烈的颓丧之气 嘴里更是不断地重复着三个字 佐尼阿 佐尼阿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赶紧跑了过去 当我往井里看了一眼之后 顿时感觉全身的毛孔都扎了 腿一软 差点而没瘫倒在地上 井里面的水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干了 此时堆满了动物的尸体 兔子 野鸡 甚至还有一头野猪 被啃尸的难辨其形 一个浑身湿血的婴儿 正趴在那头野猪的身上 大肆咀嚼着 扎然看去 就像是小猪在吃奶一样 只不过他嘴巴的每次撕咬 都会带下来一块血淋淋的皮肉 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目光 那婴儿抬起了头 看清楚他样子的时候 我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恐惧 直接以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的皮肤没有婴儿该有的光滑粉嫩 而是充满了褶皱 那可脑袋大的初级 长发沾染了血水石碌碌的锤在两侧 偷着阴毒的红色眼睛 伴随着嘴里发出的嘎吱咀咀嚼声 绽放着血光 无比的恐怖 嘻嘻 在我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看到那婴儿突然裂开了嘴 搂出一排血色的锋利牙齿 同时 发出一阵酷似老鱼的阴冷沙哑声 啪 就在我感觉全身僵冷的时候 爷爷的鞭子已经抽在了那个婴儿的身上 他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后 羞得钻进了紧闭的大洞里 追 看到那个婴儿消失之后 爷爷没有丝毫的犹豫 一把将我从地上扯起来 拽着我就向前面跑去 那个方向是第二道山梁 爷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被爷爷拽着跑了一段路 我也终于回过了些神 虽然想想还是后怕无比 但我更想知道那到底是个啥 活尸 南山一共有八道山梁 每一道前面都有一口井 听村民们说这是当年爷爷承包了南山之后挖的 用他的话来说是关该用的 但村里的人都认为他在扯淡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井里的水一直都只有半米左右 都不够一头牛喝的 更别说交地了 我们来到第二口井的时候 发现所有的一切跟第一口井没有什么区别 里面的水干了 填满了动物的尸体 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看到那个婴儿 去前面 爷爷显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抬眼看了看第三道山梁 话不多说继续向前奔去 他的举动让我很不安 但我知道劝了也白劝 只能继续跟着 一路锁过 我看到不仅仅是第三口井 四五六七口井都是一样 里面的水已经干了 被早已经死去多时的动物尸体所充填 昨年啊 站在第七道山梁前 爷爷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长长的叹口气后 转身对我说道 山子 你先回去吧 我再去下面那道山梁看看 不 我也要去 这个时候 我当然是不会自己回去的 其实从发现那个婴儿开始 我就觉得爷爷有点儿不正常 怎么说呢 就像是有事情他知道 却不肯告诉我一样 尤其是现在 他看着心事重重的 并且要支开我 更让我坐实了心中的想法 所以我不会走 我很想知道爷爷隐瞒了什么 再说从小就是我们祖孙二人相依为命 刚才的一幕又那么恐怖 爷爷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 看着我态度很坚决 爷爷无奈的苦笑一声 拍了拍我肩膀说 爸 爷爷这门手艺迟早都要传给你 你去见识见识也好 既然赶不走我 爷爷就只能妥协了 说完又特意叮嘱了我一句 一会儿无论看到什么 都不要说出去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知道了爷爷 到了这会儿 我已经能完全确定 爷爷有事情瞒着我了 走吧 爷爷说完 就率先向着堤坝到山梁走去 我跟在后面 不知道怎么的心里 总是打着秃秃 感觉毛躁躁的 就像长了草一样 还没到堤坝口井跟前 我就觉得这里冷得有点儿邪乎 风吹在身上 仿佛要把人吹透了一样 羊皮大傲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你离这井边远一点儿 靠近水井的时候 爷爷特意叮嘱了我一句 我没有反驳 因为这会儿我心里的那种不安愈发的强烈了 总觉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爷爷一步步走向水井的时候 我也走到了山梁前面的一个土丘上 沾定之后 才是朝着水井看去 这一看不打井 顿时打了一个机灵 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瞬间凝结了 地坝口井没有干 相反水很多 几乎到了井沿的附近 而且水在这大冷天儿 并没有结冰 而是一圈圈的向外当样着涟漪 在那涟漪的下面 我看到了一口棺材 黑漆漆的树立在井水里 没有伤浮 也没有下沉 就在井水的中间 晶晶的悬着 如果仅仅是一口棺材 当然不会把我下成这个样子 真正下到我的是棺材里的人 一个穿着红衣服 脸色苍白的女人 那女人站在悬浮水里的棺材中 满头黑发就像水草一样漂浮着 惨白的面色挂着猙獰的邪笑 圆征的双眼透出阴邪之极的寒意 即便的隔着井水 我依然感觉到刺骨的寒意 女人的怀里还抱着个娃 正是之前我们看过的那个 没见过的可以翻看下之前的视频 此刻那娃娃正恶狠狠地盯着我 血红锋利的牙齿 似乎想把我撕碎一般 咕嘟咕嘟 就在我感觉呼吸都困难的时候 一阵类似水沸腾的声音传来 那口棺材开始慢慢浮了上来 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拖着它 不能让它出来啊 就在我紧张到极致的时候 爷爷突然大喝了一声 随后就看见它轮远了赶山边 朝着水面狠狠地抽了下去 啪啪啪 啪啪啪 鞭子抽在水面上 发出催响的同时水花四箭 那棺材在这一顿抽打之下 猛的一顿 随后缓缓向着水底沉去 结结结 结结 结结 就在我以为没事刚松口气时 就看到那棺材里的女人 咧着嘴发出一阵乖笑声 而那口棺材就开始了急速上升 山子 快 快去撤了成山木 绝对不能让它出来 爷爷也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不断抽打水面的同时 朝我大喊了一句 正在发愣的我登市一级令 马上连滚带爬地跑到一块倾斜的大石头下 将那些支撑居屎的木头 一根根地抽了出来 这些木头一共有五根 每一根都有人的大腿那么粗 前四根我都抽了出来 但最后一根压在下面 我怎么都抽不动 山子 快啊 爷爷那边已经是火烧眉毛 他甚至挑到了棺材上 手里的鞭子不断地挥舞抽打着 但还是无法阻止那棺材的伤生 眼看着那棺材就要出来 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攒足了吃奶的金儿 包起其中的一根橙杉木 朝着那最后一根 就狠狠地装了上去 轰轰轰轰 爷爷快躲开 随着最后一根橙杉木被我撞倒 那块房屋一样大小的石头 轰的就滚了下去 而所去的方向正是那口水井 可是爷爷这会正站在那棺材上 眼看着那石头就要到跟前 爷爷左脚在棺材上往的一蹬 借住那股子金儿就向旁边跳去 这也让爹坐在地上的我松了口气 截截截截截截截 只是这口气还没出完 我再次听到了那女人邪恶的笑声 与此同时我看到她发着乌青的右手 闪电一样的伸出 咔的一声就扣住了爷爷的脚脖子 猛的一下就把爷爷拽进了水井里 轰轰轰轰轰轰轰 看到整个过程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 发狂的扑到居室前 一边喊爷爷一边疯了式的推着 但那石头实在是太大了 我根本推不动 而井里也再没动静 无论是爷爷的怒喝 还是那个女人阴毒的笑声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要回去找人 找村民们过来帮忙救爷爷爷 眼泪哗哗的流着 但我根本孤不上去擦 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回去找人 把石头推开把爷爷救出来 我内心痛苦无比 无尽的滋责快要淹没了我 是我亲手埋了爷爷 我亲手活埋了他 亮亮腔腔的向村里跑去 也不知一路上摔了多少跟头 只知道我要去村长牢里家里 让他带人把爷爷救出来 跑回村子的时候 天色已经有些晚了 加上阴间的缘故 整个村庄乌气骂黑的 一切静谧的可怕 尤其是树梢上传来的老瓜叫声 让我感觉后背发凉的疼时 心里感觉莫名的不安 在我小的时候 爷爷就多次叮嘱过 到了晚上千万不要出门 我问爷爷为什么 他从来不告诉我 只是望着南山说 你还小 有些事儿说了你也不懂 以后你会知道的 因此从心里来说 我对于晚上的村子是有些畏惧的 以至于我在这里生活了18年 还从来没有走过夜路 打只 就在我吞口脱沫 要向前走的时候 前面传来一道开门的声音 接着门缝映射出来的光亮 我看到那个人正是村长牢里 他正愣愣站在门口 面朝南山方向 眼神呆滞 神色木讷 我喊了好几声都没反应 二爷 我心里只发毛 憋足了近大喊了一嗓子 总算让他回过神了 当看到是我的时候 老李愣了一下 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大黄牙 大晚上的你不睡觉 出来下砖又个傻 二爷 你快带些人 去救救我爷爷 晚了可就没命了 你爷 你爷咋啊 老李顿时惊了一下 爷爷调到井里去了 山梁掉下来的大石头 拔井封住了 你快带人去救救他 你说的是真的 老李眼里透出一股奇怪的神色 二爷 您觉得我会拿这种嘘儿开玩笑吗 好 看到我再一次的点头 老李猛地拍了一下大腿 转过头露出奇怪的猙獰笑容 好啊 好 掉得好 我听到老李的话 当时就愣了 二爷 你 咱八龙君最不是东西的就是你爷爷 他根本就是伪君子 你问问乡亲们 哪个没有被他嗨过 哪一个不盼着他遭报应 哈哈 死得好 死得好 那老李话收到最后 声音开始哽咽 整个人状态歇斯底里 非常的癫狂 我是彻底猛逼了 难道爷爷真的是这样的 不可能啊 草 肯定是他们这些人疯了 骗我的 一定是这样 滚 你别说了 我捂住耳朵 大声咆哮 你这白眼狼 亏我爷爷平常对村里人这么好 原来都是一群汪恩负义的杂碎 哼 以后你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 老李横了我一眼 嘴角挂着乖一的笑 说完这话后没有再说什么 转过身来大吼一声 乡亲们 那老周挂了 受了这么多年期 我们终于等到了今天 走 我们去抄了他的家 好 死得好 当时四周就传来一片骄傲声 四邻八射 轰轰然 全往歪走 我木然的望着他们远去 感觉浑身的力气像被抽干了一样 就在我感觉快要崩溃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阵哀嚎声 那老李家里的黑狗 本来一直对我咆哮着 现在却跪在了地上 口中呜呜直叫 不仅仅是这只狗 林里间的那些牛啊 猪啊什么的 全部都跑了出来 朝着南山的返向都归了下去 身上还不停地哆嗦打摆子 哦 那黑狗突然发出一阵惨叫 直接拽断了链子 发疯式地冲了出去 那些猪啊牛啊 全部跟着就跑了出去 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耳边就传来了一阵 轰隆隆的声音 抬眼望去 只见街道上重来一大群声口 那领头的居然是十几只老鼠 这些老鼠搭得出奇 眼睛貌着红光 路过我身边的时候 接着微弱的灯光 我看到每只老鼠都长着一张人脸 那些脸我都见过 居然是前几年村里死去的那些人 要是在以前 这样的场面绝对会让我吓得尿裤子 但此刻我更多的是茫然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来不及多想 只想着赶紧跟上牢里他们 阻止他们 再继续求他们去救救我爷爷 我已经乱了方村 要不然能咋办 等我冲到家里时 发现整个屋子里是满地的狼街 到处都是被打砸过的痕迹 而那些人已经不知道跑哪去了 爷爷 爷爷 我是混落魄地离开家里 朝着南山走去 我要去找爷爷 就算死 我们祖孙也要死在一起 天上飘起了雪花 四周安静的可怕 只有我沙沙的脚步声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走到山神庙附近时 突然听到一阵沙沙的声音 抬头隐约看到 在南山下有群黑影 朝我的方向快速移动着 这是 人 我当时就跳了起来 他们从南山过来 应该不是牢里他们 只要我能求他们帮忙 我爷爷就有救了 兴奋的我力气都恢复了大半 迈开步子就准备朝着他们跑去 山子 你不要命了 快跟我走 就在我准备跑的时候 一股大力拽着我的手 就把我拉了回来 接着昏暗的光亮 一张钵满恐怖伤疤的脸 朝我瘫了过来 原来是一直住在山神庙里的疯子老猪 村子里的人都说老猪是个疯子 只是我爷爷却和他交好 两人还经常一起喝酒聊天 现在这老猪哪有半个疯子的样 你干嘛 为什么你们都要阻止我救爷爷 你先进来 现在出去就是个死 那些人是朝着村子这个方向走来的 肯定会路过这 等一下他们过来你自己看看 当时候你要是还想去 我绝对不阻止你 现在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 只是等一下无论你看到啥 千万别出声 我不知道老猪啥意思 只是他说的也没错 等一下他们肯定会路过这里 那我就在这等着吧 老猪看到我点头后 也没再说啥 朝着门后躲好了后 两个人提眼就朝外面望去 没多久 一阵沙沙的声音传来 那 那是什么 噓 我望着那些越来越近的黑影 差点瞎的交了出来 走过来的那些人 真是老李他们 只是他们的脸上满是猙獰的表情 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只牲畜 在那如貌隐穴的啃着 但是真正让我吓得斑死的还不是这些 在他们的后面 居然跟着八只巨大无比的蟒蛇 每一条的身上 都拴着手腕粗的铁链 一头嵌入蟒蛇的身体 另外一头则是拴在一口棺材上 那八条蟒蛇拖着一口血红色的棺材 棺材上还坐着个红衣女人 脸色惨白 时不时的还发出一阵阴阴冷的邪笑 而在他怀里还抱着之前看到的那个邪音 他们快速朝着山神庙方向走来 除了那沙沙的爬动声 和女人不时发出的邪笑 再也没有半点声音 气氛诡异到了极点 我咬紧了牙关死死的盯着 一动都不敢动 没多久 他们靠近了破庙 我也看到了棺材后的身影 整个人当时就愣住了 我爷爷正跟在那棺材的后面 琵琶骨上穿着铁链 一头正抓在那婴儿的手上 那婴儿满脸的恶毒 看着爷爷因为铁链抖动 造成的剧烈疼痛 时不时的发出一阵邪恶的笑声 爷爷 老猪紧紧拽住我的手 不让我冲出去 我已经气不成声 却又无可奈何 那女人拉着爷爷渐渐远去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晕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醒了过来 你醒了 老猪看着我 我没有理会老猪 只是一声不吭地朝庙外走去 山子 你爷爷虽然没死 但也差不多了 而且 你这样是救不了他的 找不找得到 也不用你来管 唉 罢了 这么多年了 有些事也应该让你知道了 你在巴龙郡住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反常的地方 除了爷爷不让我晚上出门 其他的好像也没啥吧 你难道就没有注意到 最近几年村子里从没生起过吹烟吗 这老猪不说还好 一说好像还真有这么一回事 只是我以前从没注意到 这是为什么 呵呵呵 你跟我来 虽然老猪神神秘秘的样子 让我觉得反感 不过我还是跟着他去了 他带着我来到泼妙的苗顶 站在苗顶 老猪抬手指向了南山 你看看那霸道山凉像什么 像 蛇 那村子呢 老猪点点头 指了指山脚下的村子 我在这生活了十八年 但从没有好好打量过这个村子 这是细细看去 却让我有一种悚然的感觉 像 像一口棺材 你应该听说过 当年扎山开渠的事 你知道为什么你也似乎不让扎吗 因为 这是八芒拉棺局啊 从小我跟着爷爷看风水长大 对于这些多少了解 八芒拉棺 会形成一股极为强烈的冤气 关进村子里 为大凶大鳄之举 难道那个女人还有那口棺材 是从村子里挖出来的 你只猜堆了一半 老猪叹了口气说道 事情还要从你爷爷扎山开去 那说起 当时你爷爷挖了一口井 而从井里 挖出了一口棺材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个没有头的古代女子 女子身穿红衣 腹部隆起 明显有着身晕 这是一句子母诗 而且还是被人养着的 就在看到这尸体的瞬间 爷爷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尸体被杀气滋养 邪性无比 绝对不能留 如果是一般的尸体 挖出来放在太阳下面包晒就行 但是这具尸体不行 不仅忠于千金 更是杀气凶横 尝试了各种办法 也没能把它毁掉 无奈之下只得拎想他发 想了很久 爷爷去了南山 挖了八口底部相通的井 然后把装着女师的棺材 买到第八口井下面 这样做的目的 是借助巴莽的冤气压制女师身上的杀气 让其无法作祟 然后又去买了很多的桃树 种在村子和井的中间 这桃树辟邪 可以阻止杀气跑到村子里 还能慢慢削减女师的利器 不过虽然做完了这些 爷爷还是无法安心 每隔半个月必定要去山里巡查一番 这棺材买进去二十年 一直风平浪静 我家也过得幸福美满 直到我出生那天 接生婆说胎位不正 无法顺产 必须要人轮流推拿矫正胎位 不然大小两个可能都保不住 矫正胎位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种痛苦是 无法想象的 一整个晚上 我娘都在生死力竭的惨叫着 因为痛苦 脸更是扭曲得吓人 接生婆和帮忙的却不能收手 不然大小都保不住 只好用床单把我娘的头盖了起来 体外话 感谢所有的母亲 我们的每个生日 可都是母亲鬼门关走一遭的时间啊 三个人忙活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在我娘淒厉的一生惨叫后结束 我顺利生了出来 虽然过程惊心动魄 但还好的是结果是好的 奶奶松了口气 把我抱起来准备给我娘看 只是当她掀开 盖住我娘头的床单时 一张脸蹲时没了血色 愣了好久之后 背乎了医生作孽 就只停停地倒在地上没了气 爷爷和我老爹赶紧冲了进来 只见我娘躺在康上 脑袋却不见了 四周没有任何血迹 而且端口干枯灰白 明显不是心伤口 除了我爷爷外 在场的几个人都吓得晕了过去 而我爷爷马上拿着赶山边 就奔去了南山 去到井里把棺材给捞了上来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我娘 她静静地躺在棺材里 脸上挂着安详诡异的笑容 白皙的小腹裸露着 上面印着一张充满褶皱 长发披肩的人脸 听完老猪的话 我感觉有一道天雷落在耳边 扎得我几乎都无法呼吸 你 你是说 刚才棺材上的那个女人 就是我娘 过了好半天我恢复了些神志 死死抓住老猪的胳膊问道 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 但我没有骗你 确实是真的 老猪皱着眉说道 你是从死人肚子里出生的 我 我心里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可并没有去折腾或是喊叫 因为今天看到的这些 让我的神经都麻木了 无论是生死动物尸体的婴儿 还是身井里面伤浮的棺材 抑或是朝着南山磕头的牲畜 长着人脸的老鼠 还有奴役巴莽的女人 老猪看了我一眼 继续说道 看到你娘后 你爷爷就知道当年的是没完 同时也明白了那个女人的目的 什么目的 皆是转生 什么 皆是转生 对 这是你爷说的 至于怎么转生我就不知道了 他只说疏忽了 当初那个女人并不是没头 而是投在小腹中 也就是你娘肚子伤的那张人脸 确切的说就是今晚你看到的那个婴儿 这下你知道我为什么说 当初棺材里挖出的是那个婴儿了吧 原来是这样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爷爷被那个婴儿抓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 老猪摇了摇头 随后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 你爷爷早撩到了今天 很早就把这东西寄放在了我这 如今就交给你吧 山子 我也要走了 天一亮你也走吧 巴龙君不要再回来了 这里已经不是人能待的地方了 这句话落入我的耳中 顿时让我打了一个机灵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一点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老猪的影子 两一瞬间洗边了我的全身 拿着布包的手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我打开门 马上就追了出去 接着月光 我看到地上有两行脚印 除了老猪踩出的那一行 还有一行马蹄鹰 我回头一看 原本放在墙边的那匹木马 竟然不见了 我是混落魄的回到庙里 整个巴龙君现在就生我一个人 我打开老猪交给我的布包 里面是一些钱和一张皮卷 上面满是岁月侵蚀过的痕迹 也没细看就揣进兜里 只觉得一股强烈的昆义袭了上来 迷迷糊糊的就躺在地上睡过去了 朦胧中看到我爷爷走了进来 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说 山子 天一亮就走 走了就不要回来 永远都别回来 就在我伸手想去抓爷爷的时候 他那张和矮慈祥的脸 却变成了我娘的样子 但这次我没有看到那恶毒的目光 他婆娑的泪眼中满是迁就 山子 不要乖娘 娘也是身不由己 你好好照顾自己 娘 我哽咽着想要扑到我娘的怀里 但这时 那个满脸恶毒的婴儿 出现在她的身边 狠狠地瞪了我娘一眼 沙哑地尖叫着 你还想着她 我也是你的孩子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的隐蔻 你既然还放不下她 那我就杀了她 那婴儿说完就朝着我扑了过来 无情的手臂直接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浑身翻起寒意 骨头似乎都要被捏碎了 放了她 我跟你走 我跟你走 我娘看到这一幕 直接跪在了地上 双手抱着婴儿不断哀求着 那婴儿发出一阵刺耳的消声 松手盯着我说 你想救你爷吗 想救你娘吗 那就学好你爷的本事吧 不要 我娘尖叫一声 似乎想说什么 但在婴儿的阴冷目光中 没敢继续说下去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后 转身引入了风雪中 娘 我大喊一声醒了过来 睁开眼发现天已经亮了 只是这时却感觉手腕上一针剧痛 低头一看 上面豁然有个小手印 这一下我脑子就扎了 难道梦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爷和我娘都来过这里 我四处看了看 并没有发现有人来过的痕迹 可是自己手上依然疼痛的手印 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刚才我不是在做梦 实在是想不通 我清楚记得爷爷告诫我的话 不管怎么说 爷爷肯定不会骗我 于是简单收拾了一下 就离开了山神庙 我没有回家 直接去了南山 那里是爷爷埋葬的地方 离开这里的时候 应该给爷爷告个别 我归在埋住爷爷的景前 爷爷 你说让我离开巴龙郡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我听你的话 只是这一走可能就是永别了 我给宁可挤个头 抬头许 我看到石头缝里 卡着爷爷的赶扇边 和一块破碎的衣角 应该是当时爷爷已留下来的 就过去收了起来 爷 我走了 我不再逗留 转身就离开了村子 可我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长这么大就没出去过几次 回想起老猪当时的离去 不由自主的就跟着他的方向走了 跟着老猪的马蹄鹰 我来到了一条大河旁 老猪的马蹄鹰就消失在河边 这条河有几百米宽 据说中间有一百多米深 每年都会淹死不少人 没办法 我也不知道老猪是怎么过去的 反正我肯定没法就这么游过去 于是就顺着河岸行走 因为印象中这附近是有个码头 山路难行 夜色降临时我才抵达目的地 码头旁有一座工人休息的房子 因为年九十修早已惨败不堪 此时闪烁着火光 显然是有人 累得勾腔的我三步并两步就冲了进去 推开门看到屋里有五个人 正中坐着个四十出头的憨子 看样子应该是掌船的靶石 左边有两个胖胖的男人 他们蹲在墙角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 而他们身下有一滩水渍 我一进门 这几个人就直勾勾地望着我 看到我心里有点发毛 娃子 过来烤烤火 在我有些不知所措时 旁边有人喊了我一声 转头看到是一个 面容慈祥的老头 正笑吟吟地朝我招手 他旁边坐着一个和我年岁相仿的女孩 长得非常漂亮 他们给我的感觉相当亲切 于是我就走了过去 大晚上的咋一个人走耶路 你要去哪 这老头的问题让我不知怎么回答 我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 咋回答 于是就随便扯了个理由 去和对岸穿个亲戚 晚上穿亲戚 呵呵 这大晚上的还是不要过河了 明天天亮再走不迟 他说着 友谊无意看了看对面的三个人 可我想起爷爷让我赶紧走 还有那个婴儿会不会追来 夜长梦多 还是快点离开的好 明天不行 我家人在等我 我晚上必须要过去 唉 其实也不差这一晚上 晚上过河终究是不保险 那老头贪了口气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时辰已到 要过河赶紧了 就在我觉得古怪的时候 那个船把是站起来喊了一嗓子 老伯 谢谢您的好意 当我真的要过河 就先走了 看到我执意要上船 那老头儿有点无奈 小奇 我们也上船吧 可是爷爷 别说了 上船 叫小奇的女孩似乎有话说 但还没有说完 就被那老头打断了 走吧 你也该离开这个地方了 女孩儿狠狠蹬了我一眼 搀扶着老头走到了那船把石的跟前 将手掌伸了出来 鼓中三前 上船 那个船把石摸了摸老头的手 说了句让我发猛的话 还没等我回神 他的手又落在小奇的手上 鼓中二两一 你确定要上船 上 女孩没看那船把石 冲着我喊道 还不赶紧过来 那个船把石把手碰到我手的时候 一股刺骨的寒意传来 鼓中一前 上船 一前 船把石说完后 老头顿时嘀呼一声 脸上闪烁出了一抹插然 而小奇更是身体 猛地颤抖了一下 眼中划过一抹恐慌 那两个胖子也走了过来 我听到船把石说 他们鼓中分别是二前 三前 随后催促他们赶紧上船 我在迷糊中也跟了上去 只是当我上船的那一刻 一阵风突地吹在脸上 顿时让我清醒了过来 与此同时一股寒意 从后被翻了出来 因为我想起了爷爷说过的一句话 称骨摸晕 人骨不过筋 鬼骨不足了 人骨不过筋 鬼骨不足了 想起爷爷说的这句话 我头皮都要炸了 难道说除了小旗外 其他的都不是人 最重要的是 我鼓中才一钱 难道我已经死了 华子 你过来 就在我感觉浑身僵冷 无法思考的时候 那个老头喊了我一声 把手给我 果然是以前 摸了我的手后 老头的脸色愈发的难看 不应该啊 这 老伯 你没事吧 我不知这老头要干啥 而且爷爷的那句话 让我对他也有些畏惧 毕竟他的鼓中也是以前 我还是离他远一点比较好 而且这老头的手冰冰凉凉的 好像一点温度都没有 老伯 你先放开我 老头一直没有松开我的手 于是我就使劲挣脱了一下 因为用力过大 我直接向后退了两步 咣当一声挂在椅内的挂件 露了出来 这是啥 我刚站稳身子 那老头就窜到了我跟前 直愣愣地盯着爷爷 送给我的那个油灯挂件 这是我爷送给我的 你别打他的主意 我不知道这老头是什么目的 加上撑鼓的事情 所以我生起了几分警惕 怪不得呵呵呵呵呵 老头显然看清楚了这个挂件 整个人当时精神了起来 娃子今晚我一定把你送到河对面 小齐 一会你跟他一起过河 过了河该去哪 你应该知道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爷爷都站稳了 开船了 这时船把是走了过来 掏起船桨往外一程小船 就直接进入了湍急的河流中 一路无话 慢慢地我们就行到了河中间这里 水最深 岸岛里应该加把劲 赶紧行过此地才对 只是奇怪的是 那个船把是却放下了船桨 到家了 都下去吧 就在我百思不解想要开口问的时候 那船把是突然站了起来 朝着水里撒了一把纸钱 而那两个胖子就走了过来 他们转过身子 朝着船把是鞠了一躬 直到这会我才看清楚 这两人的样貌 原来他们并不是胖 而是浮种 那是被水泡过的浮种 空一阵寒战袭来 我差点叫了出来 我早该想到这两个明显就是水鬼扑通 扑通 那两个水鬼跳到了河里 开始争抢那些纸钱 你们也赶紧下去 下去我就收工了 看到我们三人没有下水的意思 那个船把是有些不高兴了 你把我们送到对面去 迎着那个船把式的目光 老头没有丝毫地惧怕做梦了 老家伙 多少年了 你死活都不肯上船 今天上来就别想下去了 还有你什么时候见过鬼把式把人送到河对岸的 鬼把式 听到这三字 我差点摔在船上 听爷爷说经常淹死人的河里 都会有鬼把式 他们撑着鬼船行走 将死去的水鬼送到阴司 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就能去投胎转世 所以无论是人是鬼 只要上了船 就只能乖乖地被送到阴司 如果不顺从的话 鬼把式就会把船弄翻我 这会肠子都毁清了 上船前老头不止一次阻止过我 可我却没听过 哭通 那鬼把式发出一阵阴冷的笑声 直接跳进了河里 鬼把式跳入水里的刹那 老头的脸色顿时变了 小琪你去船头 不要让任何东西上来娃子 你力气打 赶紧去邀船甲 这会我可不敢怠慢 抓起船桨就使劲摇了起来 但这船桨实在太沉 我吃奶的劲都得使出来 与此同时 我感觉脚下已经是变得湿淋淋的八成是漏水了 但是当我往船底一看的时候 吓得我差点把船桨给扔了 这哪是什么船底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 那些人头面部朝上 每一个都显得猙獰无比 娃子 不要看脚下 专心划船 我愣神的功夫 老头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 当我回神的时候 发现两边的船弦上扒满了一双双已经被炮的腐烂手臂 那些手臂被炮的腐肿不堪 但是指甲却长得可怕 就像是钢钩一样挣扎着想要爬到上面来 看到那些挣扎爬动的手臂 我寒毛直树 头皮一扎 不由自主地就想转身躲过 只是一转过身 就听到小齐大喊了一声小心 我知道要糟 一转身就立马弯下了摇 只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阵兴风袭来 一张抛得肿了霸击的脸 贴着我的脸 就把我拉下了河 刺骨的河水让我瞬间清醒了过来 我看清了这张脸 那是一个已经抛得腐烂不堪的女人 这女人此时发出刺耳的邪笑 嘴巴直接咧到耳根 就朝着水利的我托了过来 虽然吓得扳死 但是这慧儿可是妖命的时候 活命的本能激发出强烈的身上线激素 驱使着我拼命游动 这慧要是回不到船上 那我可真要隔屁了 还好我水性一向不错 一边快速游着 一边寻找合适的商船位置 只日我发现 整个船都被密密麻麻的头发 固定在了河里 而身后的那个女人 马上就要抓到我了 过不了那么许多 我直接扎到头发堆里 希望可以登商船 只是一进去 就感到一股阻力 行进边的极为困难 一股剧痛袭来 那个女人已经靠近 她的头发直接缠住了我的脖子 这些头发无比的坚硬 越缠越紧 就像要刺入我肉里似的 窒息的感觉越来越强 虽然知道在水里不能张嘴 但我还是控制不住的剧烈咳嗽起来 充满心抽气的河水 直接枪入我的嘴中 浑身的力气开始渐渐消失 我真要死在这儿了 爷爷 我的意识开始模糊 哭通 一道巨大的响声传来 迷糊中 我看到那老头像雨一样快速游来 也不知怎的 就拖着我扶了起来 哇哇哇 哇哇咳咳咳咳咳咳 我趴在船线上 剧烈的吐了起来 你们赶紧走 还没等我回复 那老头死命就把船向着堆岸推去 而那小齐竟然没有把他爷爷拉上来 只是哭了一嗓子 喊着泪 抓起船桨就使劲咬起来 老家伙下来了就别想走了 一声阴冷的邪叫船来 之前跳入河里的鬼把式 从水溜了出来 原本锁住船的那些头发 快速的脱离 朝着老头尻了上去 一下就把他围住了 爷爷 看到老头遇险 小齐直接把船桨扔下 就要跳到水里去 而我眼睁睁的看着 根本就无法去阻止 看到小齐要跳下来 老头脸色顿变 声嘶力竭地喊道 走啊 快走 记住我说过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 便没了声音 我挣扎着爬到船线上 看到一片密密麻麻的头发 迅速向着河底沉去 爷爷 小齐朝着水面喊了一嗓子 随后转身狠狠擦了一把眼泪 抓起船桨疯了一样地摇动起来 没有鬼把式的阻碍 我们很快就划到了安 小齐 对不起 此时此刻我的心力充满了迁疚 如果不是我执意要过河 那他爷爷就不会上船 也就不会被鬼把式拽入河 不管你的事情 小齐似乎没生我的气 望着早已平静的河面说道 爷爷本来就决定要走的 并不是专门为了救你 小齐 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咋回事吗 小齐这话说得稀里糊涂的 但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简单 有些事你还是不要打听了 我们走吧 显然小齐并没有打算为我解释清楚 瞻起身就朝着安上走去 看着小齐的背影 我知道我欠他们一个天大的恩情 这个恩情必须要还 哪怕是佣命去还 临走前 我转身看了看河面 河面上还停着那艘船 那是 沐广落在那艘船上 我的心狠狠真动了一下 因为这次我看清楚了 那根本就不是一艘船 而是一口棺材 缺切地说 是一口真魂棺 这时 我隐约明白了 小齐那话的意思 同时 我似乎也猜到了他爷爷的身份 爷爷曾经跟我说过 举头三尺有神明 世间万物皆有灵 很多东西你可以选择不相信 但不能不经畏 每次路过山神庙 水神庙 爷爷总会进去经一把乡 并且很严肃地告诉我 山有灵 水有魂 这落水的鬼也不一定都是嗨人的 恶鬼在河中作孽 寻找提升以求投胎转世 但良心未明的山鬼会留在岸边 提醒过夜河的人 帮他们化解灾结 久而久之救藏了这一代的河魂 只是生死有命 有些事是注定的 河魂们这样做 势必引起阴司的不满 遮压的抢人啊 所以河魂的命运 最后都是悲惨的 那小齐的爷爷 估计就是这一代的河魂 阴司带着真魂棺来居 不走也得走 所以小齐才说 不是单纯因为救我 只是我不明白的是 既然明知道真魂棺凶险无比 那河魂为什么还要让小齐上来冒险呢 没人能给我答案 看着小齐的背影 我心里五味杂陈 也不想那么多 还是赶紧跟上吧 也不知走了多久 前面灯火通明人头攒动 出现了一个繁华的小镇 我刚想喊小齐 谁知就听到他差异的声音 不应该啊 这 这条路怎么会通到这里 我们走这边 小齐周着秀美说道 说完转身就急急忙忙地朝真子偏北的方向走去 好像在故意躲着什么一样 我动得勾腔 这好不容易看到个真子 实在不想就这么绕过去 于是朝他喊道 这干嘛 你啥意思这 我都要冻死了这 为啥不去针里携一碗再走 我的话说完 小齐转过身有余了一下 随后走过来 拿了件棉服塞到我的怀里 穿上它 天亮了我们在休息 现在我们必须要赶路 说完便再次地向前面走去 我不知道小齐为啥 不肯进入那个针 但我知道他肯定不是故意为难我 可能是有什么苦衷 既然如此就别想太多 跟上吧 我马上跟了上去 把棉服还给了他 还是你穿吧 我不冷 呵呵呵 但愿你能挺得住 小齐二话不说 就把棉服接过去了 弄得我有点发懵 这丫头心子可真是爽快 爷爷说女人都是口是心非 约漂亮的女人约是 看来真没说错 我还能说啥 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 哼 小齐眼里闪过一抹羞涩 油嘴滑舌 嘿嘿嘿 那啥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要绕开那个针 没啥 爷爷说湿道乱 又是大晚上的 所以我们还是谨慎点好 别扯那么多 走吧 说完这些 小齐又恢复冷漠样子 不肯再多说一句 我能看得出来 小齐没说实话 但是他不说 我也没有办法追问 所以只能跟随着他向前走去 过了前面那个桥 我们就找个地方休息 不过你千万要记住 无论听到啥 都不要说一句话 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我赶紧点点头 这丫头神神咪咪的 让我看不出来个所以然 但是当走过去后 我又疑惑起来 这里没瞧啊 似乎看出我的疑惑 小齐捅了捅我 又指了指地上 我低头看了一眼 窝槽 在我的脚下 延伸着一条灰白色的道路 仔细看 那赫然就是一片人骨 我没看错 地上的确实全是人骨 这是一条由人骨铺成的路 把这个放在头和双肩 千万不要掉下来 还有也不要说话 小齐递给了我三片树叶 我有些差异 看到它将一片别在发架上 另外两片分别固定在双肩上 我不知道它是啥意思 但肯定是有原因的 也不想其他 就一葫芦花瓢 把三片树叶固定在了头顶和双肩 走吧 记住 千万不要说话 行进没多久 就看到了桥头 但是当我踏入桥头五米范围内时 全身的毛孔端时就炸了 人 密密麻麻的全是人 他们围惧在我们四周 面无表情地向着那座桥走着 没有一丁点的声音 四周精密的可怕 而我却根本没看到 他们是从哪冒出来的 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下意识地朝着小齐看了一眼 而他正朝着我识眼色 意思和之前一样 就是不要出声 这些人挤在一起 朝着谷桥的方向挪动着 他们在干啥 我实在是安娜不住好奇 朝着小齐很轻很轻地 问了一句 谁知这话问完 小齐的脸刷的瞬间 就成了惨白色 一抹绝望从他眼里闪过 结结结结 正当我有点发猛的时候 一阵刺耳的凝笑声 就从耳边传来 转头一看 差点直接瞎弹在地上 我记得刚才是个老婆婆在我身边 虽然没有表情 却还算面目和蔼 然而这是他的头却叼了下来 而且提在手上冲我笑着 与此同时 四周的人都不再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一个个疯了屑的边的面目猙獰 有的正在大口吃着自己的胳膊 有的正在死命 抓着自己的脸 有的双手刺入自己的胸膛里 正在将内脏一点点地掏出来 我的头掉了 我要你的 那个老婆婆音笑着 朝着我一点点地靠近 我好饿 我要吃肉 那个吃着胳膊的人 盯着我的手臂双眼 冒着绿光 这些人如同野狗煎了肉 朝着我全部围惧了过来 看那样子是要把我生吞活泼 我彻底的吓傻了 看着他们向我靠近 却完全无法动弹分毫 啪 就在老婆婆快要搭上我肩膀的时候 小琪突然打了我一巴掌 我闻到了一股 从没闻过的腐臭味 一下子我就打个机灵 拽着小琪就要逃跑 却发现刚才向我撑来的那些人 已经恢复了之前的样子 也不来抓我了 神情木纳地继续向前挪动着 在我有些茫然的时候 小琪凑到我的耳边 压着声音急速说道 往前冲 赶紧过桥 她的声音很小 但还是引起了那些人的注意 他们再次转过头 只不过这次不是抓我 而是抓小琪 啪 小琪那只有腻的手 没有任何犹豫地捂在了嘴上 而那些人则是露出迷茫的神色 愣了会再次转身 我不知小琪有腻的手上是啥东西 居然如此神奇 不过这会就算打死我 我也不敢再问了 所以赶紧向前挤着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俩终于挤到桥头 桥头旁有张椅子 上面坐着一个面目猙獰的大汉 她身边站着一个身躯勾搂的老婆子 看到这两人 我明显感觉小琪的手绷紧了 她朝着桌上扔了一块黑漆漆的牌子 随后便推了我一把 我心神领会直接登上了桥头 然后转身就想拉她一把 只是还没容我用力 那个老婆子沙哑的声音 就响了起来 那老东西被带走了 你们也就留下吧 走 听到老婆子这话的刹那 小琪的身体猛地慌动一下 把我向前一推 随后迅速登上了古桥 我的神经早已绷紧 所以看到小琪登上 马上撒腿就向前跑去 但是刚迈出两步 就感到一股极大的拉扯力 那个大汉不知道什么时候粘了起来 一手抓着小琪的脚踝 往后拽着 无论我怎么用力拉 都无法撼动分毫 放手 你走啊 小琪私生力竭地喊了一声 看到我还死死抓着不肯放手 一只手把我向前推 另一只手拼命向后缩 这一刻 我在她的脸上看到了绝望 我不会丢下你的 我死死地抓住小琪的手 这是我此刻唯一的念头 你滚啊 滚 看到我死活不松开 小琪的眼泪涌了出来 既然如此 那就都别走了 小琪还想说什么 却被大汉的一声爆喝掩盖过去 随着她的声音落下 一股大力传来 紧接着我的身体就飞了起来 啪唧一声摔在了低声 这股距离把我摔出一口血 只是即使这样 我和小琪的手还是钻在一起 我说了不会把你丢下的 你真傻 小琪看着我 眼泪擒着泪花 不过这会却消了出来 好一个狼情惬意 今天就算你们想走 也走不了了 那大汉一直站在旁边 冷冷注视着我们 不过这个时候终于是 嗯 忍不住了 长得倒是不错 如果让你过了桥就可惜了 不如 留下来陪我吧 嘿嘿嘿嘿 大汉将小琪拎了起来 捏着她的瞎巴露出银啸 你放开她 我想阻止她 只是胸口的剧痛 让我止不起身来 只能爬过去 死死抓着大汉的衣服 老婆子 还愣着干啥 这里弄点儿阳气可不容易 别说我没照顾你 说完 那大汉直接把我推到老婆子呢 那老婆子就谢谢了 嘿嘿嘿 嘿嘿 把你的洋气给我 以后就留在这 陪着我这个老婆子吧 那老婆子说着 双手直接扣住我的双肩 我感觉一股寒气侵入身体的同时 浑身的力气也仿佛消失了 接着 这老婆子一口气喷到我的面门 一股晕眩感顿时传来 仿佛之中 我想起爷爷说过的话 只有鬼才会喜欢人的洋气 呵呵 我不能任人宰割 凭着最后一丝清醒 我攒着吃奶的筋 朝着老婆子喷了口气 一口气喷出 那老婆子向后倒退几步 望着我眼力充满了压然 略意打量 发现她正死死盯着我 抖落出来的油灯刮尖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过了好一会她才缓过了神 哑着声音说出这句话 我也给我的 我从没见过这样可怕的目光 瞎意识就说了出来 你心周 叫祖山 听到我的话 那老婆子身体猛的一阵 双手颤抖 嘴唇哆嗦 就连那阴毒的眼 也仿佛湿润了几分 嗯 我不知道这老婆子是怎么回事 但是看她的神情变化 可能会有什么隐情 或许这就是我活命的机会 于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但我还是想错了 看到我点头 那老婆子直接就把我扯到那个大汉身边 您酒不尽女色 难免亏力 还是先将这小子的阳气给吸了吧 大汉正摸着小齐的脸蛋 听完这话顿时黑黑直笑 你倒是想得周到 既然如此 我就不客气了 说完直接一把抓住了我 一张血盆大口就凑近了我 就在我感觉要命丧于此的时候 耳边传来了类似骨折的声音 侧目一看 那老婆子的双手 已经插入了那大汉的肋骨里 山子 带着她走 快走 我还没有弄清楚咋回事 耳边就传来老婆子的声音 吴采峰 你居然敢反应 那我就先杀了你 山子 走啊 快走啊 我完全不知道咋回事 但我总觉得吴采峰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只是此时已经顾不得许多 拉起小齐就上了谷桥 刚登上谷桥 老婆子的惨叫声就传来 山子 走 永远都不要回来 你爷爷去了汪悠河 去那里找他 找死 我要拆了你的骨头 老婆子显然受了中击 此时已经倒在地上 一口口乌黑的血喷出 却依旧死死地包着大汉的腿 为我们争取着逃命的时间 跑过了谷桥 我终于知道为啥这名字如此耳熟 我终于知道 他为啥要拼死护着我们离开了 悲痛清洗 我忍不住归了下来 奶奶啊 我归在桥头 望着被折磨的奶奶 泪水哗啦啦的掉下来 我知道这些人包括我奶奶都不是人 可奶奶为啥会在这 也说她在我出生时就死了 为啥会没去投胎转世呢 山子快走离开这里 去望悠河 想走 哼 你们 走不了 那大汉丢下奶奶 朝着谷桥就冲了过来 快走 小气看到大汉重来 脸色大变 看我还愣着是不肯走 一巴掌就甩在我脸上 趁我愣神的功夫 拉着我就向前跑 与此同时 她的手向后一挥 也不知扔出了啥东西 总之我听到那大汉 发出一声惨叫 跑了许久 前面出现一个陡坡 我们手脚兵用的快速爬了上去 头顶上方出现了一个 只容易人惊出的小洞 把手给我 小气伸着手 把我拉了上去 只是才已经动 一掌面如干皮 嘴唇歪翻 双眼歪涂的脸 正直勾勾的盯着我 啊 我下意识的想叫 只是还没等我出生 一只枯老的手就捂住了我的嘴 回头一看 小琪正皱着眉看着我 没事儿 这是阴婆婆 阴婆 你不要吓她了 赶紧上来 我们走 呵呵 起丫头 阴婆看了看小琪 又看了看我 你要求你爷爷 先练好本事再说 说完也没管我 慢慢转过身 鱼捋着身子慢慢带着我们 向黑暗中走去 前面黑暗无比 只有那阴婆手里隐约的绿光 勉强照出行进的方向 我不知道这是要去哪里 但我相信小琪 也不知走了多久 前面终于透出了光亮 好了 我们可以休息一会了 小琪爬出去后 也不管地上脏不脏 直接瘫坐了下来 搭口搭口地喘息着 这是一个避风的山窝 并没有什么风 我走向前 打算看看四周的环境 只是方言远眺之后 整个人登时就扔住了 在我的眼前 是七个无比庞大的坟墓 每一座都有三百米高 这些坟墓间隔或远或近 排列出一个北斗七星的珍视 每座坟的四周 立满了密密麻麻的墓碑 如果仅仅是七座坟种 倒也没啥 关键是那些墓碑和排列的珍视 我跟着爷爷长大 对于风水略有所知 八龙君的格局是八芒拉关 已经是千年难遇的大雄之地 这个局虽然不如八芒拉关 却也是仅次于第十分的可怕 因为这格局 叫做七星吐狮 七星吐狮是风水中的吉凶之地 我曾在爷爷经常翻阅的书里看过 埋在这里的人 尸体不仅不会腐烂 久而久之还会成为作乱的尸 导致方圆百里内都难以安生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局 爷爷应该早已看出来 可是为什么不让他们搬走呢 来 我们也就该赶路了 我因为精神有些恍惚 所以根本不知道 小琪什么时候走过来的 走吧 看我没有说话 小琪喊了我一声 向着已经出现在视线里的真子走去 临近中午的时候 终于抵达了那个真子 只是真子的景象 让我有些意外 街边两侧的房子 大门都敞开着 但整个真子却惊悄悄的 最诡异的是 街道上一个脚印都没有 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安静 我仔细听了听 的确是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咋回事 小琪的眉头也是微醋起来 我前段时间来的时候 曾在这里斜过脚 当时的村民们都挺热情的呢 走 我们去看看 有人 跟着他刚走出几步 我就看到其中一座院子 闪过一道人影 和小琪对视了一眼之后 我们两人就直接跑了过去 喂 有人吗 有人在家吗 喊了半天却没有人音 进去看看 小琪说完走了进去 里面摆着一张桌子 桌子上面放着猪头 牛头和羊头 以及一大堆盛满了食物的碗碟 无比的丰盛 有点不对劲 什么不对劲 小琪显然不知道 我指的是什么 这么大一个针子 这么多户人家 雪地上居然没有一个脚印 这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好像是的 小琪说完 就沉默了下来 我上次经过这里的时候 天色已晚 当时很多人都留我过夜 并且还给我准备了不少的食物 那就是了 那会儿他们对你热情无比 现在我们喊了半天 却没有人回应 院子就这么大 绝对没可能听不到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躲着我们 小琪终于明白过来了 我们还是先出去吧 就在我们想要走的时候 屋子的门突然开了 一个五十来岁的人 把头摊了出来 当看到那个人的时候 小琪眼睛顿时一亮 直接就跑了过去 牛大叔 你还记得我不 你 你们 那人看到小琪的瞬间 就露出了尖鬼一样的神色 当看到我也朝他走过去的时候 脑袋一缩 就要把门给关起来 好不容易看到了人 小琪当然不会就这样罢休 拔脚一伸 靴子就卡在了门边 牛大叔 你开门 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 看到门怎么都关不上 那牛大叔无奈地叹了口气 打开门走到大门口 四处汪了汪 回来拉着我和小琪 就是经了屋子 你们先坐 看你们吹的脸都红了 我先去给你们弄口吃的 吃完赶紧走 屋子里有些安 不过我还是看清楚了 牛大叔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脸色显得很难看 尤其是隔着窗户 望向外面的时候 充满了忧虑 没一会 牛大叔就端着食物走了过来 牛大叔 今天阵子里咋家家呼呼都开着大门 却看不到一个人影呢 可能 可能是都出去了吧 牛大叔听到小琪的话 身体猛地哆嗦了一下 随后结巴了一下 不能啊 如果都出门了 那街道上应该有脚印才对 但是街道上 好啊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已经被牛大叔打断 他的表情有了些发冷 赶紧吃 吃完赶紧走 今晚阵子不留人过夜 别怪大叔心狠 你们都是好娃子 大把的日子等着你们过呢 一会赶紧吃 吃完赶紧走 说完 牛大叔就向着礼物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又一次转过了身 说话的语气无比悲沉 记住我的话 吃完赶紧走 能走多远 走多远 我们能看出牛大叔明显不正常 只是无论我们怎么追问 他都不肯说 只是一个斤的催我们走 我很想问问牛大叔到底有什么困难或难言之隐 能帮的肯定帮 但是我还没有开口 小奇已经说出高词的话来 牛大叔 我们吃饱就先走了 谢谢您啊 要走了 好好好 我松松你们 听说我们要走 牛大叔显得异常高兴 到了大门口 牛大叔再次嘱咐了一句 娃子 你们顺着大道往东走 千万别停 趁着天亮走得越远越好 谢谢你牛大叔 那我们就走了 还没等我说话 小奇直接拽着我就走上了大街 小奇 你难道没觉得牛大叔有事情瞒着我们 你不想知道针子里发生了什么吗 当然想知道 但是你也看到了 无论我们怎么问 他都不说 与其这样死缠拦打 倒不如我们躲起来看看 躲起来 对啊 之前我在村子里见过一个土地庙 我们躲到那去 这个针子并不是很大 没走出多远 就来到了个幽破幽小的土地庙 走 我们进去休息会 等天黑就知道发生什么了 天黑 没错 牛大叔让我们趁着天亮走得越远越好 那就说明事情一定会发生在晚上 那我们先进去吧 这庙虽小 不顾雕像 香安 香炉等等 七五一样不绝 应有尽有 从上面的香会来看 应该不久前还有人击败过 你把这里收拾一下 我去弄点儿柴火回来 时间还早先烤烤火 小奇看了看四周 对我说了一句 随后就走了出去 就在我刚想十多处一块 歇脚的地方时 不知道从哪儿吹起一阵乖风 打着旋吹过我身前 卷起些尘土后 装在了那座雕像上 和八龙郡的土地庙里供奉的一样 这尊雕像也是个老头的样子 手指五骨 目观风雨 一副必又一方丰收的模样 这样的土地庙 几乎每个村落都会有 所以没什么好看的 但就在我打算将目光收回的时候 我察觉到了一个异常的地方 我慢慢地往前走近 当看清那土地双眼的瞬间 后背顿时就翻起了寒气 那土地的双眼是刺目地红色 并且有两道痕迹顺着眼窝流淌下来 扎然一看就像是眼泪一样 无比的恐怖和诡异 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 遮妙灵气血 是一种极为不祥的征兆 祖山 你干啥呢 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小琪的声音 回头一看 差点没把握下地摔倒在地上 婴儿 又是那个婴儿 此时她正趴在小琪的后背上 那满是褶皱的脸 正在摩擦着小琪的脖子 因狠恶毒地望着我 嘴角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冷笑 这一刻我感觉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我的眼中只有那个婴儿 在我感觉腿都有些 沾不稳的时候 她摸得张开了嘴巴 朝着小琪的脖子就咬了下去 不要 这个时候 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抽出腰间的赶扇鞭 就抡了过去 哼 鞭子我是抡出去了 但是感受到疼痛的却是我 身体摔在地上以后 我感到屁股传来剧痛的同时 那个婴儿也消失不见了 眼前只有怒气冲冲的小琪 周祖珊 你发什么疯 我 我 我揉了揉眼 这确实是小琪 根本就没有什么婴儿 我刚才在你身后 看到了一个婴儿 她要咬你 所以我才 婴儿 听到我的话 小琪的脸色顿时就发生了变化 随后瞪了我一眼 惊胡说 哪有什么婴儿 我明明是看见了 不然我怎么会 好了 祖珊 这两天你可能是太紧张 所以出现了幻觉 过来生火吧 小琪说完就开始捣鼓起了疏 但是我注意到 她朝着门外深深地看了一眼 那瞬间 我看到她眼睛里闪过一抹杀鸡 你的手怎么了 流血了 我朝着雕像的眼睛指了指 糟了 看到土地眼睛流出血泪的瞬间 小琪的脸色蹲时变得惨白 抄起香安伤的黄铜香炉 就扔了出去 那土地的口蹲时碎了 一道影子羞的一下 就穿了出去 还没等我开口 我就听到了一阵笑声 婴儿 又是一个婴儿 这婴儿 并不是我在小琪背后看到的那个 我惊出一身的冷汗 怎么都没想到 土地雕像的脑袋里 居然藏着一个婴儿 在一次望过去的时候 我终于知道 土地眼睛的那些血是怎么来的了 那婴儿之前待的地方 也就是土地破碎的头像中 趴着另外一个孩子 但此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身体早已被啃噬得没了样子 祖山不要让他跑了 我还在因为震惊发呆 耳边已是传来了小琪的声音 打个机灵 抄起赶扇鞭我就冲了上去 这赶扇鞭是爷爷专门对付这些东西的器物 那婴儿看到鞭子袭来 顿时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只是这血物灵活无比 躲过鞭子的同时 就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闪声逼让 瞅着个准儿 他就朝着门口冲了过去 还好小琪早有防备 手一抖 一到流光就直接撞在那个婴儿的身上 呀呀呀呀呀呀 那婴儿眼中邪光大成 刺着一口血牙 朝我们尖叫 猛地向着唯一的一个窗户冲了过去 想逃 看到婴儿冲过去 小琪口中发出一声吃喝 手在一抖 又是一道流光直接砸在婴儿的后脑上 那婴儿落地之后已动不动 死了 我朝小琪看了一眼 他没有说话 抓过我手里的赶扇鞭 过去直接抽了几鞭子 鞭子落下的时候 那婴儿还发出了惨叫 但随着鞭子不断地落下 那声音也是愈发地虚弱起来 直到最后再无声息 这个鞭子不错 你要收好 小琪就像是没事人一样 走过去从那婴儿的后脑 捡起一个东西 我注意到那似乎是个铜钱 我想 牛大叔可能已经死了 小琪沉默了好半天 才吐出一句这样的话 牛 牛大叔死了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咋回事 牛大叔不是好好的吗 你为什么说牛大叔已经死了 我也不能确定 不过八成是了 小琪看着那死孩子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 这里的每家每户 怕是都有这东西 这也是牛大叔让我们赶紧走的原因 家家户户 听到小琪这样说 我的心一下就沉到了谷底 我们能对付这些东西 可不代表一般的人也能 恰恰相反 一般人看见 估计早就被吓死了 牛大叔的家里 恐怕就有这样的婴儿 所以他看到我们才吓得半死 还有一点 你注意到他给我们端出饭菜后 就一直站在里屋的门口吗 恐怕就是怕我们进去 那婴儿会伤害我们 小琪继续说了一句 那我们还等什么 赶紧去把牛大叔救出来 如果小琪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牛大叔岂不是很危险 恐怕这时候 我们去了也没有用 小琪抬头看了我一眼 等着吧 天黑了 一切就都明白了 接着小琪就陷入了沉默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两个人就在庙里 听着火堆发出的琵琶声 就在天黑下来的一瞬间 我听到外面传来一声 孩子的笑声 我和小琪对视一眼 直接熄灭了火堆 打开一条门峰 我看到两个穿着白衣服的小孩 走在雪地里 他们的手里提着两个白纸灯笼 身后是一排长着人脸的老鼠 还有 一顶黏着白色喜字的胶子 这两个小孩走过的时候 地上没有脚印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一群长着人脸的老鼠 抬着个贴着白色喜字的大红花椒 晃晃悠悠地朝前走着 而胶子的后面跟着一群人 他们穿着都是大红外套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而他们走过的路是有脚印的 这说明他们并不是那些鬼东西 只不过那些脚印十分整齐 后面的人脚落下的时候 踩入的都是前面那人留下的脚印 鬼影师 看到他们走路的样子 我下意识说了一嘴 啥 你看到没有 最前面的那个人动作最僵硬 说明他已经死了 后面的人虽然没有死 但也都失去意识了 说白了就是第一个人身体里面住着东西 引导着后面的人向前走 至于那东西把他们引到啥地方去 没有人知道 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他们的命了 就在这时 前面的两个孩子再次发出一阵笑声 我和小琪对视一眼 这时才明白牛大叔他们准备公品是要干啥 原来是宵禁这些东西 看样子是要成亲 就是不知道哪家的姑娘要被祸害了 这个时候 他们全部停了下来 那些老鼠花的一下 全部散开了去 他们的目标都是那些大门敞开的人家 随着他们一声声刺耳的尖叫 那些人家里也都传来孩子的哭闹声 美意为耳 那些敞开的大门 开始走出了婴儿 他们的怀中都抱着一个孩子 当婴儿被集中到胶子跟前后 那些没有被抱出孩子的人家 也陆续地走出人来 他们都是成年人 并且后背上面都是趴着一个血婴 包括牛大叔 原本我和小琪多少 还能保持一些针定 可是当看到牛大叔的时候 我感觉心里纠紧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小琪身体的微微颤抖 一 呀 当我和小琪好不容易压下心头 翻起的惶恐时 远处传来一道 类似女人唱戏的声音 接到的另外一头 四只人脸老鼠 抬着一顶胶子针走过来 胶子停在了之前那顶胶子的对面 那些婴儿仿佛在此刻都熟睡了过去 没再发出任何的哭声 就连那些背后趴着血婴的成年人 此时也都死死逼着嘴巴 就在我感觉 心高了嗓子眼的时候 之前的唱戏声再一次传来 这种雕子不仅挨晚一场 而且似乎能直接偷入人的内心 我侧头看了看小琪 发现他双眼琴满了泪花 你没事儿吧 没事 祖山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傻 等会儿你无论看到什么 千万不要冲动 小琪望着我 眼里满是忧虑 我一时有些发猛 没想明白这啥情况 刚想问他时 我看到街道的对面 出现了一道庞大的黑影 接着低上雪光看清楚的瞬间 我感觉全身的血管 一下子都包了 八条蟒蛇 拉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正在快速地向真理过来 那棺材的上面 坐着一个红衣女人 怀中包着一个长发的婴儿 我做梦也没想到 居然又看到了八芒拉棺 我娘 我爷 甚至包括奶奶和从没见过的爹 都是因为他才离我远去的 这种仇恨深入骨髓 燃烧着我的心头 导致我一下子就想冲出去 但是却被小琪死死拽着 你能不能冷静点 你知不知道这样出去意味着什么 就算去了你又能做什么 是啊 我冲出去又能做什么 小琪的话就像当头一帮 让我瞬间冷静了下来 他没错 我不该这么鲁莽 经过一路上的这些事件 我已经吸取了教训 真的不能这么莽撞 你放心吧 我知道该咋做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不会再那么冲动了 看到我平静了下来 小琪也是长出了口气 随后是以我不要说话 而这个时候 八芒拉着棺材 已经到了两顶胶子的旁边 那个婴儿躺在我娘怀里 她的身体长大了不少 但是依旧是那么的邪恶猙獰 娘娘 娘娘 那些抱着婴儿的邪音 看到我娘 纷纷糟动起来 一把扔下手里的孩子 朝着我娘就奔了过去 只是我娘眼中 却浮现出深深的恐惧 看她的样子 似乎很怕这些邪音 娘娘你不要动 他们可都是你的孩子 就在我娘想要闪避的时候 那个婴儿伸出双手 直接抓住我娘的胳膊 我娘根本就不能动她分毫 啊 我娘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这些邪音扑上去 纷纷啃视着她的躯体 一声声淒厉的惨叫声不断传来 说心里话 对于我娘 我并没有太深的感情 毕竟从小就没有真正跟她待过 但即便是一个陌生人 这样的景象也足以出动人心了 够了 那个婴儿发出一声冷喝 顿时就让那些血音安静了下来 把这个吃了 你不能死 婴儿说着 不知道从怀里掏出了个什么东西 但我娘似乎对那东西很惧怕 拼命摇着头 只不过没有挣脱的可能 我不会让你死的 事情没有做完之前 你必须给我好好活着 婴儿说完 口中发出一声尖叫 那些血音将地上的孩子包起来 直接就扔进了棺材里 那些孩子进入棺材后 婴儿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随后 牛大叔他们也被扔进了棺材里 只是不知道为啥这棺材能进去这么多人 那些血音将牛大叔弄进棺材后 再一次跑进了那些没有孩子的人家里 接着居然又走出了牛大叔他们 他们直接自己走进了棺材 进去后 梅依慧居然又看到牛大叔他们走了出来 小奇已经被这一幕惊呆了 但我知道那是人的三魂 八龙君的人就是这样成为行尸的 然而还没等我给小奇解释 我看到神情木内的牛大叔他们 端着巨大的工作走了出来 此时的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衣饰 停下来后 便拱惊的锤立到了两侧 那婴儿发出一道沙哑的声音 随后那同男同女 便是走到了我娘他们那边的胶子旁 掀开了胶帘 当胶帘掀起的时候 我身子一晃 差点摔在地上 爷爷 胶子里坐着的 居然是我爷爷 看到是爷爷的时候 我顿时就呆住了 奶奶不是说她去了汪游河吗 咋会出现在这儿 而且还在胶子里 之前我和小奇猜测 这里是鬼东西娶亲 本以为娶的是真理哪家的姑娘 怎么也没有想到 坐在胶子里的居然是爷爷 也就是说 爷爷才是被娶走的那个人 这一切让我根本无法接受 爷爷此时静坐在胶里 他和那些形式们不同 我能看出他的眼睛里 还有着光泽闪烁 只不过 他的状态差得可怜 脸色苍白疲惫 锁骨上还拴着那两条黑幼幼的铁链 爷爷 我死死捂着自己的嘴巴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两只老鼠拉着爷爷走了出来 来到之前那顶胶子的跟前 垂手张力 仿佛等待着什么 一阵空灵的女子 消声传来 胶脸挑呆 我看到一道身影 闪了出来 还是姐姐想得周到 我可是惦记她好些年了 惊儿个蒙姐姐成全 妹妹感激不尽 这些奴才就都送给姐姐了 这女子没有斑点恐怖的秧子 言谈举止 跟宛若大家闺秀一样 说着话的时候 朝着老脸婴儿躬身掰了掰 妹妹客气了 都是姐姐应该做的 但姐姐我想不通的是 这老东西有什么好 你居然会看中它 而且惦记了这么些年 这个就不老姐姐飞行了 总之姐姐所提的条件 我都悉数完成 最近这里不太平 我就先告辞了 有时间的话 还请姐姐去旺幽和做做 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奶奶的话 原来爷爷这是要去的 才是旺幽和 只是奶奶是怎么微不先知 知道爷爷要去旺幽和的 妹妹 你既然知道环阳桥附近不太平 就应该知道姐的苦衷 不如我把针子生下的人也 不行 姐姐 你要明白何则而鱼的道理 所以这件事我不能答应你 妹妹你就不能通融通融 不能 没有商量的余地 没有 如果我非要带他们走了 通行 就在老脸婴儿说完的瞬间 传来一道更为沙哑的声音 我可以肯定 这声音是白衣女子发出来的 可诡异的是声音如此老迈 并且我没有看到她张口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白衣女子的头做出了一个360度的扭转 后脑勺直接转到了前面 白衣女子的后脑勺上 是一张比老脸婴儿更为苍老的脸 老脸婴儿身体猛然一振 眼力浮现出恐慌 婆婆 我只是跟妹子开剧玩笑话而已 婆婆您不必当真 最好是这样 你记住 做什么事情都是约束则不达 你把这些人都弄走了 谁去给我们生孩子 婆婆说的是 我这就走 那老鬼婆说完 便是将头扭转了回去 姐姐走好 小蝶我就不松了 白衣女子说完 再次朝着那老脸婴儿掰了一掰 卢蝶 但愿你能侍奉好婆婆 老脸婴儿说完 便要转身离开 但是当她面向我们这里的时候 我看到她的眼中崩射出胸光 一口血红的牙齿 顿时刺了出来 是水滚出来 老脸婴儿的声音并不大 但落在我耳中的时候 无一鱼一道惊雷 难道她发现我们了 我赶紧朝小气看去 她使劲摇着头 提醒我不要出声 拉着我赶紧就躲了起来 刚躲好 窗户上就传来一声闷响 一股寒风吹惊的同时 一个黑影眨眼间便落在了庙里 这正是之前那个吃消子 落地的瞬间 说她的头颅就左右扭动着 显然 是在寻找着什么 我和小琪极力屏住呼吸 但是最担心的一幕 还是发生了 她的目光 直接落在了我们所在的地方 我想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 那索性就直接粘起吧 却被小琪给死死的安住了 没意会 那吃消子终于收回了目光 口中发出生人的笑声 走到了土地雕像前 之前藏在土地头里的死孩子 不知道怎么会的 被那土地抱在了怀里 给我 吃消子的声音里 带着浓烈的杀鸡 只是那无头土地 并没有什么反应 既然你不是台具 那我就砸烂了你 吃消子卷起香炉 砰的医生把土地砸得四分五裂 看到那吃消子砸了土地后 躲了死孩子就挑了出去 我常呼了口气 瘫坐在了地上 差点没吓死这 姐姐 你何必跟一个小土地过不去呢 这个就不老妹妹操心了 苍蝇再小那也是肉 你说对吧 姐姐都这样说了 那小蝶我还能再说什么 不过还是那句话 环阳桥最近不怎么太平 姐姐你可要多多保重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既然如此 每每我就告辞了 我们也走 他们走了后 真子终于恢复了平静 祖山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是有点奇怪 他怎么会没看到我们 你放心吧 他没有看到我们 怎么可能 他刚才盯着我老半天了 不可能没有发现我吧 你还记得在古桥的时候 我曾给了你三片椰子 后来又往你的脸上抹了东西吧 记得 那是什么 那东西能挡住人气 只要没掉 他不会发现的 花束到一半的时候 小齐的声音戛然而止 那张脸在瞬间就成了惨白色 只如我头顶说道 那片椰子呢 我也有些猛了 虽然我不知道那椰子是什么 不过小齐如此重视 显然是很重要的 所以四处摸索下 然而还没等我有所动作 窗外摸的出现了一张脸 同时传来了那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声音 你 是不是在找这个 那个吃小子又回来了 原来他不是没有看到我 相反 他进入庙里就已经发现了我 他之所以没有动手 应该是机会鹿蝶 确切的说 是机会那个鬼婆婆 他用抢走土地死孩子的张言法 顺利的支走了鹿蝶 再悄悄的前回来 这目的不言而喻 自然是冲着我来的 吃小子爬在窗户上 手里拿着一片略带枯黄的椰子 此时 我已经是不敢动了 因为我知道 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而这时候的小齐 一动不动地站在吃小子的另一侧 宛若一尊雕塑一样 只不过他的手里 已经多了一根黑幼幼的钉子 正如小齐之前所说的一样 吃小子仿佛真的没有发现他 乌青的双手扒着窗岩 慢慢爬了进来 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我是该教你一生儿子呢 还是教你一生哥哥呢 面对吃小子 我的确显得很心虚 他的这番话 我也不知该如何作答 因为至今我都弄不清楚 这里面复杂的关系 我是在我娘肚子里长大的 但老猪却说我是从女士肚里出生的 而这个吃小子 当初是爷爷从村里挖出的 我娘生我的时候还好好的 但奶奶掀开床单的时候 却不见了 而她却出现在了康上 我就是从她的身体里面爬出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她的确是能算作我娘 毕竟是她生的我 吃小子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 口中发出阴冷笑声的同时 就要伸手来抓我的胳膊 小琪一直看着我们 她在这个时候 身体向前一扑 手里的那根钉子已经扎了下去 小琪手里的钉子 斑解摸入了吃小子身体里 钉子扎进去的地方 吃小子身上的皮肤 快速地腐烂着 就像被什么东西腐蚀了一样 吃小子发出剧烈的惨叫 身体猛的一扭 一手抓住小琪 一手抓住钉子 将钉子拔出的瞬间 也把小琪扔了出去 小琪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七夕顿时就萎靡了不少 吃小子手里钻着那个钉子 任凭手被腐蚀着 却仿若不决 我要杀了你 让你永迟不得超生 吃小子扬起手中的钉子 就要朝小琪的天灵扎下去 不要 在吃小子手下落的瞬间 我已经卯足进装了上去 我知道吃小子的可怕 所以没有去装它 而是装在了小琪的身上 将它装出去的同时 那钉子也钉在了我的肩膀上 痛 剧痛 这一刻我感受到了 从未体验的痛苦 那痛苦不是来自我的身体 而是来自身体里面 就像一把刀在身体里面 横冲直装着一样 那么想死 那你们就一起死吧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就在我和小琪准备迎接死亡的时候 那原本破碎的土地雕像 哗啦啦冬了起来 片刻就凝成了一个人的模样 吃小子 我的八个孩子都被你弄一了 你还不打算收手吗 我快点凌晨 我快点凌晨 你 那你